46. 太陽報 長線股空華經濟概念 2015年7月26日財經B04潘子生中國早前舊市措施令全球挖然 也象令中國貨幣國際化的進程延後 中國經濟增長開始緩慢事不爭事實 雖然最上一季GDP增長仍有7% 但實質數字令人質疑 因此 中央極力想推升股市以達至財富效應 令人民可支配收入上升 消費增長下可望帶動經濟增長回升 為現時中國推升經濟方法明顯有限 亦難以提升實體經濟需求 同時 中國股市即使能夠在政府全力買入而回穩 但股民早已於上輪暴跌下損失慘重 而且中國一堆舊市政策令股民信心存失 現在中央仍決定花大部分資源於股市之中 明顯是嚴重錯配資源 浪費金錢更難以達至推升經濟 不者因此相信即使股市能夠上升 但中國實體經濟需求將持續疲弱 投資者可以考慮長線股控中國經濟相關的商品或貨幣 包括同價格曝原 上週五同價格曝原再創新低 相信後市將繼續一浪低於一浪 現時股控目標同價4800美元 奧元期貨0.7 9 1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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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1 11 11 12 14 15 15 15 14